還開學不是想殺了未來的大生嗎? 經歷完之後都會發現這個經歷挺特別 你跟我說回我DSC那一屆口試的取消牌 努力 努力 努力一點 我整天在家玩舞做功課 會被人抓的? 會不會打架兒子? Hello 大家好 我是袁凱文 今個星期五 二十四號 DSC就會開學了 很多考生都很困擾和擔心 不知道其他人對於DSC星期五開學有什麼想法呢? 沒有疫情就可以考了 有疫情就不起了 其實我覺得有點不合理 因為我自己也幾年前考過 我也明白應該多辛苦 始終Zoom上課 那個模式就不像真人那麼好 覺得很難避免 其實今年屆的考生是應該玩得很辛苦的 都要考的了 要不然還是學生很慘 其實預備了那麼久 一鼓作氣 如果吊著尾巴的話 對他們也不合理 我當然不贊成了 因為我以前的DSC考生 現在這樣一拖再拖 其實考生一來 他們的心理狀態未必很準備好 第二可能溫習那方面 因為都未確認你什麼時候會考 在那期間他們可能會鬆散 又或者令到他們未必可以準備好 最好的考試 應該準時會開心一點 這些考心 因為如果再延期的話 他們心理壓力會太大 因為他們準備了 其實都年本三月 跟著四月 如果再次的話 就變成取消 如果環境是可以接受的 我最建議會準時開校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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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掙扎下去 其實無論你之後的結果是否好 只要有一個清晰的目標 其實都可以的 希望他們繼續努力 不要放鬆 隨時要準備好去考 教育處都知道 他們都沒有定義 待會提早考或者遲些考 就是他們說的 不是我們一般學生可以說的 希望學生繼續努力 支持吧 好 其實2003年SARS的時候 當年我正正是回考 當年就沒有現在的情況那麼嚴重 又要延期 甚至有可能取消 但是你問我呢 我很明白心情很矛盾 很擔心很多的準備 很多溫習的努力 付出流水 所以我是很明白大家 加油啦!不要鬆懈!多謝你! 多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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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你!